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996年的时候 我才能登上美国的美军的航母 就是圈顾台湾海峡的尼米兹号 在那一次的台海危机之中 航母的出现 改变了当时的军事紧张的态势 美国当时就试图 用这个年免字号 来显示出 美国介入台海危机的 这么一个决心 那么这一场军事危机 引起了 台湾的政治非常大的变化 也引起了解放军 内部非常大的变化 那一次军事演习 在我看起来 世界上 没有这么愚蠢的军事演习 也就是说 他把现实中间的一种政策行为 模拟到了想进行恐吓的一个政治的军事行动 一种示威的状况 本来吧 中共也没有准备在那个时候攻打台湾 他指使呢 去威胁台湾 去打击 他们认为的台独势 但是结果 他的军事演习是什么呢 他先驱动的是最具有威胁作用的导弹 然后 再是空军 然后再是海军 最后面 就是陆军 或者是登陆部队 这样一种军事演习 为什么叫奇蠢无比呢 就是因为他先把最具有威胁的导弹 放在最前面 然后 就像曹奎论战里面一样的 对吧 一而再再三而结 到了最后面就不行了 对吧 他不是一步一步拉高紧张局势 反而是把最紧张的局势 先放在前面 所以我说很蠢嘛 如果你开始 进行是陆军移动 然后就进去的 空军 这个飞一飞 然后 海军出现 最后面才来这个导弹 那是把情绪 可以达到某一种心理的效果 当然我又不能跟中国出主意 只有说 1996年这一趟危机 当时候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么 我差点登向美军的航母上 其实那个时候 对解放军 对台湾内部的政治 都有非常大的冲击 那么在解放军内部 挖去了 一些 少将 大校 中校 唯一 国民党 政权 当时候是李登辉吧 提供军事情报的 一批 军人 而且这些军人 被 被查复的 基本上都被 很快就被军事法庭审判 判出来这个死刑 好像人数不少 尤其比较严重的是 这个 什么系统啊 尤其转装备部 从装备部比较严重 一直好像被 被取决的人 从装备部取决的人好像有十几个 那么 就在那一年 解放军的 这个 军事结构 指挥结构也进行了一些调整 那么有一位在福建出身的 长期在南京军区 当兵的 从战士 军区参谋长 军区参谋 混成师部的 副参谋长 那么呢 他 有了一个 完全火箭式的提升 提升什么 提升为中央军委 办公厅副主任 这个提升 有很多的传说 其中有一个传说 就是说呢 是有一位叫 那尝新的先生在里面起了很大的 推动作用 那尝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天彩式的商人 但是他有农民式的狡猾 也有商人的这种精明 也有商人的这种精明 他有很憨厚的一方面 他有非常精明的一方面 也能够敢于 在商家上下多具 那么大家都知道 他最出名的是红楼吗 其实这个红楼有没有像传说者那样 低级下流 是一个黄色的场所 因为没有 真正可信的 这个司法调查 那都是中共一些 媒体这么说的 所以可信都有多大 我不知道 但是我指导的是 但是 纳张鑫先生 确实 我可可学 抱歉啊 纳张鑫先生 确实 跟中共的高层 建立了非比情商的关系 那么 之所以建立这个情商关系 有人说 那是纳张鑫 是中共的一个边外的间谍 他曾经担任过中共的这个退伍 其实啊 中共的一些情报系统 无论是安全部 还是总参谋部 他们的活动金融会啊 其实还是有限的 但是他们的权力 是非常神秘的 和无边的 所以为了解决他们的经费问题 同时他要掩盖他们的某一些军事情报行为 或者是政治情报行为 他们就往往喜欢呢 把一些商人们 发展成为了信任 而这些商人们利用这种机会 给这些军事情报单位或者安全部门 提供一些生活上的方便 甚至一些经费上的帮助 然而来换取了这些情报系统 给他们的政策性的支持 有时候一些特别难的事情 也有时候他们打点 所以慢慢慢慢这批人 开始变成了 这个 叫什么 这个 以这个情报的身份 为掩护 把声音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那么那样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那么带到什么程度 经济数字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走私后来 涉及的走私的惊讶 那已经是巨大无比 而且他能够 联系上的人事关系 那你很难说 那真是很难说 其中 轻轻讲一下江泽民的大秘书 贾天安 那个时候还没有掉到中央军委系统去 还是在这个 他当然挂了中央军委的名字 但实际上还是江泽民的大秘 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对吧 他的权 他虽然是个中央委员 实际上他的权力比一般政治局委员 甚至比常委还大 他跟那种心 有比较友好的关系 而且他跟情报系统 对吧 尤其是总裁系统的机身德 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且不仅是这些秘书级的人物 或者是情报系统的人物 就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齐浩田 那都是 关系非常好 所以有时候有一架飞机 从北京飞到福建 还有集中 有半飞机的人 是出现那场心的 里面还有很多是 高干的 夫人 高干的家人 有的呢 或者是有非常大的名声 演艺界人士 包括军队的一些歌星 包括 中央军委的常务副主席齐浩田 齐浩田 齐浩田有没有当过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啊 哈 中央军委副主席吧 先将他 那么给予 那场心的支持 所以全国各地的很多人 都去找那场心帮忙 那场心一度那简直是 举手可任 那他在福建 那更是 那是说一不二的人物 所以后来 这个案子发生以后 这个 贾天安的夫人出来逼谣 说他不认识那场心 那很多人就认为他是撒谎 年轻的方法 我好像记得是叫 贾先生的 这个夫人 因为他是在外貌 当一个什么主人的还是一个书记 怎么不知道那场心呢 其实他当时候这个逼谣啊 主要是不够坦荡 如果他非常坦荡的讲这个情况啊 后面的效果好很多 因为当时候贾天安是当 当福建省委书记嘛 甚至有人说 当时候有很多的 在福建的 正确信心人物 也是跟那场心 有很好的关系 他们的一些夫人 也曾经一度得过那场心的一些好处 当然事情发生以后 有的人就赶紧把钱退了 赶紧把房子退了 但是有一个人 他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 也在那种心的帮助之下 改变了命运 有人说 这个改变命运的人 就是叫蔡英廷 蔡英廷是福建 近江人 当兵中战士班长 这么一步一步爬上来 结果 有人说 把他介绍给了 那张心 把他引进给了 陈浩天 陈浩天 把他 成为中央军委的 办公厅副局 也就是后来成为 在1996年的时候 中央军委的 常务副主席 张万年 这样的话 蔡英廷就 一下子就改变了命运 而且蔡英廷后来 陪同张万年到福建 多次施查工作 在那个时候 也认识了 习近平 后来 蔡英廷成为 31集团军的军长 然后 我们都知道 31集团军出来的人 最近几年都是 在各大系统里面 得到最 最多赏识 最多提派的集团军里面 就是31集团军 对吧 那蔡英廷后来 现在又成为 解放军的 副总参谋长 然后又成为 南京军军司令员 在南京军军司令员任上的时候 他就被认为是 未来的政治信息 而且基本上可以确定 他在十八大 或者是 十八大之后 他就会调到中央军委 当一个职务 然后在十九大的时候 要成为中央军委的 副主席 甚至呢 要成为主席 但是结果 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 然后蔡英廷去了 军事科学院 军事科学院 其实你应该一样是 谈不上科学 应该叫军事院差不多 或者是 军事养老院差不多 甚至讲到 挖苦一点 军事残疾院差不多 因为有一些 人有问题的人 也把它扔到 军事科学院 就像外交部有一个所 有一个研究院 已经叫所 叫国际问题研究所 外交部的人就开玩笑说 有问题的外交官 才去国际问题研究所 有国际问题的 去国际问题研究所 所以这个军事科学院 一看 蔡英廷就真的傻了 哎 某些语言是军事科学院的 你看 军事科学院能搞什么科学啊 在 这一次的极高改革中间 军事科学院 就已经 降级了 由原来的大军区级 降成了 副大军区级 副战区级 原来都直属于一个中教系统的 一个大学 叫中国人民解放中 国际科技大学的校长 叫杨舜君 现在是军事科学院的学院长 这个人倒还是有点背景 他真是搞科研的 因为他就是零和 驻行计算机的总设计师 就是 国际科技大学六系 以前我去过国际科技大学很多词 可以说非常熟 跟六系 也可以说是算比较熟 而且经常跑到六系 二系 四系 几系 去食堂吃饭 不知道有没有碰到当时候 的 杨学军同学 杨学军就是在那个时候读得书 91年成为博士 现在是军事科学院的院长 听说军事科学院本来要跟国防大学合并 因为没有什么太大必要了 后来不知弄了半天也没弄成功 那么早几天 习近平专门跑到军事科学院去 去干什么呢 需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什么叫卡脖子啊 就是川普政府不是惩罚中心公司吗 把中心公司的新片给暴露出来了 所以习近平 跑到军事科学院去了 那么习近平跑到军事科学院 有一个人就没有出现 就是这个老院长 蔡仁廷 而且就在同一个时间 《香港南华早报》说 蔡仁廷一下子从大军事级 退休了 退休了大军事级 落到了军事级干部 军事军官 原因就是 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法国人 其实蔡仁廷的问题 当然不是这个问题 不只是这个问题 她还有一系列的其他的经济问题 被举报了 但是这样一个政治信心 尊重信心 就是因为被举报 被漏下去了 那么呢 但是她还有一个不错 至少习近平没有批示 就是说法办 只是把它进行降置处理 但是降置到什么程度 南华早报 那个报道准不准确 我觉得也不能说完全 完全是空血纸来风 不是 但是昨天呢 蔡仁廷有一顿路面 也不能说露面 人没露面 她是诗露面 就是参加军事科学院 这个第八次党代会 的一个写的小什么诗词 她可能还是党员 營级干部也是党员 但是她是怎么处理的 最终是 是怎么一个处罚 我没有绝对可可的消息 但是我对 蔡仁廷本来要被晋升 成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这个我是比较清楚的 最近几年 最近几年对蔡仁廷的 这样一种高速的变化 从云端一下子摔下来 是很多出乎意料之外 但她这次写的就是 诗 又发表在军事科学院 从自己的内部小报上 那是一个党员的身份 还是一个前院长的身份 还是通过这种诗 来显示自己的 还是一个上将 这个东西 也就是她个人的待遇而已 但是待遇大家来讲 一个本来要 指挡解放军的 军事商务工作的人 就不再存在了 她就退休拉倒了 也就是个退休老干 那么习近平去军事科学院 那我前面讲了 需要对付美国的 对中国的制裁 而且担心 一系列的制裁 随之而来 所以习近平着急了 召集了政治局开会 召集了很多人来谈话 包括要跑到军事科学院去 要赶紧 把卡脖子的这些科研 项目要自己拿到手里 要自己科研出来 鼓励一分 好像是5月16号还是十几号去的 那习近平 在中美贸易谈判中间 他正把中线的事情放在心上了 芯片嘛 放在心上 他跟川普打 他跟川普打电话呀 主要是讲了一个心事 芯片 没想到川普啊 这个人还是一个 心血内潮 马上就答应了习近平 而且答应就答应了嘛 他还自己在推特上面写出来 在推特上面写出来 就写出来 他的商业部还正开始执行 他的商业部 最近最终的结果就是说 罚款 中心公司的13亿 然后呢 要求中心公司 进行改组 改组管理层 然后由 另外一批担任 这样的话呢 美国就放过中心 但是川普没有想到 这个事情新闻落到他太大 闹得非常之大 才引起了 极度的美国的民意 所谓民意就是 议会 议员 这些人的反弹 甚至 国会今天还通过了议案 说要求 川普 不能出版 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来达到自己的 某一些政治上的一种 目标 所以给他这么一个 一个 要求 当然国会 我不了解 这个业啊 对于川普来讲 有多大的限制性作用 还是川普呢 可以不在乎这个 这个 这个 我还没有去请法律专家 跟我来讲 因为美国的法律非常的 复杂 有一些国会的决议是有 限制性作用的 有一些只是表现国会的一种姿态 但是川普确实呢 没想到中心公司啊 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一种反弹 而且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所谓谈判 我们非常清楚 就是中国 来认证和清单 但是呢 由于中国人爱面子 说我们呢 愿意让步 愿意妥协 愿意按照清单来意味不来 但是你不能公开 而且我可以举动做 你不要更快说 你不要更快说 像昨天 中国不是明确讲出来要降低器材的进口税吗 对吧 当然中国的媒体就说要提高中国人的生活品质 你提高生活品质怎么不早提高 一定要美国人强迫给你谈判 你才能提高 那中国老百姓是感谢中国政府 还是感谢美国政府呢 对吧 中国会一步一步做 而且川普也讲 说我们农产品赶紧生产 没问题 生产多少 这个中国人会买多少 尽管美国赢得这么厉害 但是美国的舆论仍然认为 川普这个谈判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改变 这个 中国的 对知识产权 对这个 商业的规则 经营系统的规则 等等有一些 根本性的改造 信息产业等等方面 没有 没有规则性的改变 只是呢 我赶紧买你的东西 尤其是川大爷 我支持你 去 其中选举 要 赢得这场选举 所以呢 我买你的 这个 票仓的 这个票 给他们鼓励 农业大洲 农员大洲 或者是中部其他的这些 农业洲 天阳气 我都给满单 这样的话你川普的票仓 就没问题了 川普当然 他有时候就是一个集中尽力的人 他不是一个真正生贸远率 然后真正 讲究人权啊 真正希望中国政治变革啊 看不出他有那个想法 他要做的东西是说 你赶紧先把我搞定 这个名义再说 中国这个没问题啊 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满足了 川普的要求 川普很高兴 很康复 所以他说他赢得了重大的胜利 但是美国的舆论不干 美国的舆论说 你这个没有结构性的 改变中国的经济问题 你这种东西一时的定单 不行 而且很多东西太含糊 你说那个中美贸易谈判 那个东西太含糊 不行 所以川普现在 承受了一些压力 所以他又改变 口气了 他说贸易谈判 他不满意 早几天 他已经说 取得很大的胜利 重大胜利 今天又有居然表现出来说 不满意 而且他确实心里有气 为什么心里有气呢 不知他是文在永来告的状 还是他自己情报系统的消息 还是文在永也没有告状 情报系统也没有消息 是他看媒体这些报道 想出来的 因为他 6月12号见金正恩这个事情 金正恩突然改变态度了 对吧 而现在认为呢 你改变态度的原因 是习近平去见了金正恩 本来习近平 上台 当副主席黄柱 都没有去见金正恩 对吧 金正恩也没有见他 对不对 结果一旦朝鲜崩岛这个局势 突然驱出中共意料之外 开始突然改变了 中共一下子着急了 把金正恩请过来 对吧 而且不但请过来 给他喝那么贵的茅台酒 不但喝了茅台酒 第二次也再来 第二次来就来吧 本来川普说 我在很多方面可以让步 对不对 帮助我 解决了这个朝鲜问题 让朝鲜和金正恩和我 走向这个谈判桌 第一 有利于川普性的吹牛 因为川普外交上四面楚歌 或者不能叫四面楚歌 或者是四面皆敌 或者不叫四面皆敌嘛 就是四面也出击 那么他需要有这么一个重大的外交突破 为他外交打气 所以 他跟这个金正恩见面 有利于他圈牛 有利于他建立他的国际 他自己的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 同时呢 朝鲜问题解决了 他可以腾出手来 去对付伊朗 去帮助以色列 对吧 那么 在这个过程中间 最开始川普是对习近平感谢的 是因为在联合国制裁决议上面 中国也站在了美国这边 对吧 一起来对朝鲜进行了制裁 那么在川普看起来 就是因为有了制裁 抱歉 那么 金正恩在被迫走向谈判桌 结果你现在 为了是自己不甘寂寞 或者是急于在这个里面擦一手 或者说呢 希望通过 跟金正恩的谈判 所产生的朝鲜半岛的和平局势 中共要赶紧把那些 弄不出去的 惨能过剩的东西 去帮助朝鲜 以帮助朝鲜的民主 消耗自己的很多的惨能 所以中共在很多方面 就突然一下子 对朝鲜的问题 就活起来了 你看那中心部部长 不是 中联部部长 那个盛陶 情绪一下子就勾起来了 因为本来这个中联部 除了这个朝鲜 古巴 越南 它就没几个可以联络到这个 这个部 本来就应该把它拆掉 但是因为有了金正恩这个事情 一下子都知道 有一个盛陶部长 本来中共中央直缩部里面就是三个部 中左部 中宣部 中统部 中统部 中统 就是中共中央统战部 不好意思解释成中统 以为是国民党的中 还有一个是中联部 中联部没有知道的 这次一下子名声很大 就是因为 中国在这里表现一个积极的姿态 那么这个时候 金正恩居然改变探头了 一改变探头 大家都说 就是你习近平在后面点火 你到后面可能耍了什么名堂 然后还听说 中朝边境 你们放松了管制 开始有很荒谣的经济元素 在出现 当然不是说 中国开始贸然地 违反联合国的决议 但是 在这个决议之下的 或者是打擦片球的 中美中朝之间的经济关系 变得比较活摇起来 有一些网友甚至 排出了中朝边境上的 那些繁忙的 火车或者是汽车 对吧 所以 对川普有一点盛起 我认为这个事情就是 中共在后面去 搞民党 而且有想违背联合国决议的 这种迹象形式出来 你要去帮助 金正恩 具体的 这个情况 我们很难确定 但是大家的感觉 好像都是这个样子 尤其川普这个人 有时候也是耳朵做 比较软的一个人 别人跟他讲一耳朵 他也许就跟他真相信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现在不知道 但是知道的是 就是习近平在现在这一次的 金正恩 与川普的见面这个事情上面来讲 他被 背上了某一个角色 或者是被认为 扮演了某一个角色 就是后面的角局 但是 那么这个 对习近平的国际形象 又是一次 非常大的伤害 甚至对习近平 和川普的关系 甚至对现在的中美之间的关系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还不知道 当然 如果是金正恩 和川普 见了面 而且文泽勇和 习近平也一场 参与这个会 那么这个事情的因素 那当然就降低了 但是万一如果他们两个人不见面 至少是推迟一段时间 再见面 那习近平 那就被认为是个角局扯 但是 争相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消息出来 那今天我在这个 临时的一个角落里面 给大家做几个点点今天事 因为房灾妹的整理好 整理好以后 可能会好一点 OK 今天忙了一天 赶紧给大家点点今天事 OK 谢谢大家 转发 转发